这是广东省日本市最大的战斗装甲 体重上万吨的他却因为油耗过高被弃用 成了一件展览品 可有一个男人却不接受这个现实 他在晚上的时候闯入存放机甲的仓库 当保安赶过来的时候 他便用自己身后的巨大装置对他们进行催眠 仅仅几秒钟便让他们不省人事 随后他便偷偷乘上上万吨的机甲 把他送到了地面上 原来此人曾经是该机甲的专业驾驶员 因为机甲被废弃导致他的梦想破灭心怀不满 接下来便准备要报复社会 警察很快便接到了报警 随后派遣大量的特种兵在道路上拦截 可他们无法起到任何作用 就像泡沫一样被踢一脚就飞 最后只能是落荒而逃 面对这种局面 机动警察很快便开着指挥车赶到了附近 这次派出了两名警员 他们按照标准的程序执行 穿上了量身打造的高科技装甲 这将让他们能够与巨型机甲进行对抗 随后便启动指挥车上的甲板 直接把警员弹射到巨型机甲所在地 很快他就和巨型机甲碰面了 在他们眼里这玩意就是个笨重的老古董 完全没法跟他们的高科技装甲对抗 可就在他们冲上去的时候 机甲驾驶员拨动开关 启动了刚刚加装上去的催眠装置 不过两秒钟 警员便感觉到头昏眼花 感觉困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另一名飞在天上的警员 更是像死鸟一般重重摔下 他们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能够保住自己的小命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撤出催眠装置的有效范围 随后准备用激光器进行反击 可指挥部却告知让他们不要这么做 因为这万吨机甲的装甲超级厚 激光可能会反射到附近的居民 造成二次伤害 就在他们无可奈何之时 指挥部的一名老警员决定 要驾驶另外一架万吨机甲 只有这样才能够和他进行抗衡 哲博士是这两架机甲的总设计师 可他却在机甲被遗弃之后 伤心过度患上了精神病 老警员请求他修复这架机甲 他却只是呆呆地站着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他无可奈何之时 一群白发苍苍的设计师过来了 他们是博士曾经的下属 在昔日战友的劝说之下 博士的精神病就像突然好了一般 博士平日里看着疯疯癫癫 客到了这时候却能精准地指出机体 每一个需要修复的位置 没过多久 集体便已经修复完成 老警员驾驶着怒龙号 迅速地赶往猛枪号所在的位置 在两位机动警察的引导下 猛枪号来到了无人的高速公路上 这是一个绝佳的决战之地 不会伤害到城市里的居民 就在猛枪号的驾驶者正兴奋的时候 老警员驾驶者怒龙号出现了 双方指剑踩死由门向前冲锋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在撞上去的一瞬间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随后一同从桥上摔了下来 老警员连续几拳狠狠地砸到他身上 先拔得头筹 可就在他想要用毒龙钻终结他时 没想到猛枪号一起上钩 铲直接把怒龙号的手臂铲断了 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武器 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战斗力了 暴徒兴奋地狂叫 随后一铲则便把怒龙号给砸到了地上 紧接着启动巨掌 狠狠地抓到他的身上 释放电流进行深度破坏 差点没把老警员给垫死 他向后撤开 举起手上超大口径的机关枪 一顿火力洗礼之后 努龙号另外一只手臂也被打断 可就在猛枪号走到跟前要终结他的时候 机体的燃料竟然耗尽了 这就跟之前说的一样 这两架机体之所以被废弃 就是因为油耗实在太猛 警员瞅准时机 直接穿破驾驶舱抓住了他 自此 这两架古董机体的战斗便已结束 就时代的产物 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落幕